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喜乐具有感染力 最近一起的EMBA杂志 有一篇文章提到 全球第一的领导大师 格斯密斯 7月中旬榜台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段话 随着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也越来越快乐 因为我焦距在 我能控制的事情上 对那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 我选择放手 作者说他从这段话中学习到 不要对小事钻牛角剑 有时候只是为了提高品质 就纠结于非要把某些细节 做到满意顺也不可 但却可能因此 交习了部署的热情和信心 最后双方都失去了快乐 作者进一步提到 格斯密斯教他的另外一个功课是 不要让自己变成受害者 要意识地为自己创造正能量 作者因为看见格斯密斯的行程 一个接着一个 忍不住几次就跟他说 你一定累了 忽然间 格斯密斯提醒他说 别再这样说了 格斯密斯说 这是在写负面程式 我反正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催眠我说我很累呢 应该要说你看起来棒极了 格斯密斯说 去年底他受邀在莫斯科体育馆 对着两万听众演讲 事前他也想 自己从来没有对过两万人 这么多人来演讲过 不知道会不会很紧张 后来他就勉励自己 鼓励自己对自己说 重点是我自己要快乐 结果听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格斯密斯说 因为当你快乐 别人就会快乐 亲爱的朋友 一个充满热情快乐的生命 能够带给人轻松 自由 释放 使人觉得生命美好 充满希望 但是这些 都不是根据外面的环境 就像文章中提到的 不是事情都要做到满意顺眼了 工作不忙了 不累了 你才有热情 才有快乐 而是快乐 是从我们内心流露出来的 圣经里提到 当时有个教会 正遇到很多的患难逼迫 可是保罗写信给他们 不是说一些低沉 或是要他们低估自己的话 反而是在信中 鼓励他们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亲爱的朋友 这世界上 一切的人事物都会改变 如果把喜乐 建立在这些 外面世界的世上 我们的情绪 也会跟着起起伏伏 所以我们要把喜乐 建立在永远 不会改变的上帝身上 做我们能做的 其他就放手交托给上帝 如此我们才能够拥有 超然的喜乐 当你无论处在任何环境下 都能喜乐时 这样的喜乐也会感染给周围的人 为人带来明亮盼望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为自己的心 写下一个喜乐的诚实吧 无论你今天的感受如何 环境是好是坏 事情是不会如你所预期的 让我们把这一切交托给上帝 靠着他常常喜乐 相信上帝 必会带领你得胜 并且超越现况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食骨枯干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